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我常給的建議就是 在團體中提示他注意聽老師說的排隊指令 或者讓他練習去觀察重要的社會訊息 譬如說強調出老師說排隊了 其實還有一個很需要注意 就是老師通常說來 各位小朋友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發語詞 我有時候會引導小朋友去注意老師 要講團體指令之前可能都有一些發語詞 像有時候發現有些老師會說 來 各位小朋友 或者是來 我們要怎麼樣 或者來注意 或者我看過一個幼兒園老師很可愛 他說各位寶貝 所以老師講寶貝的時候表示大家都要看他 他要開始講話了這樣子 如果我們小朋友可以在老師講團體指令之前 就可以先注意到老師要表達要下一些指令了 那他才可能來得及去聽取老師的指令 好 所以要強調出 你看老師說排隊了 這個很重要 然後你看畫面就是 你看其他小朋友做什麼了 小朋友去練習 你看因為老師說排隊 其他小朋友都出來排隊了 所以你看這個指令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個關鍵指令 為什麼 如果我們小朋友學會去觀察情境 就算他沒有聽到老師講的 他都可以發現我現在要趕快做什麼 所以我把它叫做一個叫做 在教室裡面的存活技巧 在教室裡面的存活技巧 副部隊的事情 你這麼做 怎麼這樣 就有 我 我